朋友们,网上买的双刀口饮水器来了 买了20个 让这边的鸽舍里面的饮水器都给他们有个替换 这个拿下来刷干净之后用太阳晒 晒了刚好有个替换 一直没有替换的 这段时间太忙,没有时间来刷 我那朋友说这样容易细菌滋生 你最起码要给它晒一下 说的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的水货都是两个 鸽舍里面晒鸽的 这个我就放在这边晒 另一个再用 正常是三五天换一次 现在我们来换 我们应该这样 二十个剩俩 咱就十八个笼子了 看看,如不隆重 全部给它没装上去 瓶子也是换的新的 哎呦,我自己都笑了 看到没有,朋友们 干净了吗 反而干净了,他们看到这个水平还害怕 这个本来是没有水了 就等着今天换这个水平 昨天没有给它添水 现在没过来喝呢 害怕了 鸽子接触新的食物是胆子很淡确的 水晶一样的干净是吧 其实脏一点只要鸽子健康 我都无所谓 应该弄出来多少 这些瓶子要全部扔掉 这个还是不舍得扔的 这个然后我就是拿下来用水泡一下 用牙刷给它刷一下 晒一下还能用 养鸽子嘛,要节约的 不能说用钱拼命的往里面砸 买鸽子要需要钱,对不对 粮食也要钱 所以说鸽具上面我们能省则省 好了朋友们,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喜欢悠悠的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 关注,我们下期再见